你知不知道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很多问题呢 其实都是设下一些陷阱 今天呢我们打工皇帝Job Majestic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避开这些陷阱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Job Majestic打工皇帝的频道 我是Jazz 目前呢从事这个人力资源跟招聘的工作已经7年 我们的频道呢 主要是分享一些有关于面试和工作的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内容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like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的影片呢将会在每个星期一晚上7点钟准职上线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怎么样面对面试官刁钻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面试 以下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常常在面试中碰到的5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我为什么要请你呢 你觉得你为什么适合这个职位 你觉得你可以为这个岗位带来什么好处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 你的理想薪资是多少 第五个呢就是 就是你5年过后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以上呢就是一些我们常常在面试的时候会碰到的5个头痛的问题 今天呢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面对这些刁钻的问题 让你们可以顺利的通过面试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要请你 why should I hire you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好好笑自己的机会 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列出3到4个理由 再配合一个例子 这样子的说法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很完整的 这几个理由呢可以包含以下这4点 第一点呢就是专业技能 第二点呢就是以往的工作经历 第三点呢就是教育和培训 如果说你有参加过什么教育啊或者是培训的课程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列出来 第四点呢就是你以往的一些业绩或者是成果 你的pass record是什么 你都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它带出来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很喜欢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了解到很多时候HR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想要测试一下你面对问题的应付能力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一个自我损合 或者是self audit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方说你过去有没有一些 世代的工作经历 让你领悟到什么 从而可以改进到自己的 然后呢再看回现在你面试的这个职责内容 把它连接起来 重复的练习一下这个答案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打法 以下呢我会提供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我呢是一个满足我中心的人 很多时候呢我都是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很多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一手八办所有的事情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呢 会让一些工作的效率大大的减低 但是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有一个活动 当我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了解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而且让我慢慢的学习如何去相信别人 所以去年来说呢 那个活动是相当的成功的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 其实HR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不是想要知道你真正的原因 也不是想要八卦什么 但是他在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他想要知道你的职业心态 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职业规划 第三点呢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经常跳槽的人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 你的理想的薪资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让人家非常的纠结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按照招聘广告上面的薪资的范围 做一个准则 比如说招聘广告上面的薪资是 3000到5000块钱 你可以取一个中间点 可以告诉便士官 你的理想薪资大概是4000块钱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呢是最合适的 每款一家公司呢其实market rate呢都会处于 20到30% 取决于不同的行业 当然呢我觉得每一家公司其实都不是很喜欢看到 常常跳槽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呢 最好是带上一个一至两年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是最好的 第五个问题呢就是 你五年过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在五年里面你可以为公司做出什么 你也可以用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 我可以为公司做出什么 第二个就是 公司对我的个人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正确的回答呢应该是这样子说的 我希望呢我可以在五年内 把公司的业务提升到某某某的层次 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 对相关的领域有更加多的了解 好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或你的朋友的话 别忘了按赞及分享给他们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留言 我们会一一为你解答 我是Jez 在下个星期一晚上七点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